这事发生在我小时候 是我活到现在碰到的最诡异的一件事情 那时我刚上六年级 是学校里的护旗手 记得那天因为要排练第二天的生气仪式 所以放学比较晚 那年月马路上还没刹车 所以上下学都是自己去的 因为快到饭点了 我几乎是一路小跑 快到我家的时候会经过一个空地 这边一般会停着几辆卡车 为了安全起见 我放慢了脚步 再走个几分钟就要到家了 就在这时 我突然看见两辆卡车之间 站着个女人 由于天色已晚 我看不清她的脸 只看见她在朝我招手 那一刹那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下意识的觉得 甚是这个女人 就算不是亲戚 也应该是熟悉的街坊 看起来像是隔壁的张阿姨 于是我没有多想 静止的朝她走了过去 走着走着 我就觉得不对劲了 我隐约能看清她的脸 那是一张陌生的脸 没有表情 眼神那怪异的盯着我 我一下就停住了脚步 本能的退了几步 下出了一身冷汗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女的一定是个坏人 类似于那种拐卖儿童的人 于是便撒腿朝家的方向跑去 回家之后 我的心还是一直挑的厉害 晚饭也没吃出味道 哎 怎么了 今天的菜不喜欢吗 今天不怎么饿 吃不下 我的脑海中啊 全是刚刚停车场 那个女人苍白的脸 但我并没有和父母说起这事 怕他们唠叨 而且这件事本身也没啥可说的 我先去写作业了 吃过晚饭之后 我就开始觉得不舒服 浑身发冷 头也晕乎乎的 我妈一下就看出了我的意样 怎么了 哪里不舒服吗 哎呀 怎么这么烫啊 她一摸我额头就知道我发烧了 这次发烧来得很突然 因为我一向身体很好 别说发烧了 就是感冒咳嗽都很少 爸爸拿出体温计给我一侧 居然烧到了39度多 他也没迟疑 直接把我送到了医院 去了镇上的医院 其实和家里没啥区别 例行询问了几句 量了量体温 就给配了一针退烧针 对付普通的感冒发烧 可以说这一针能咬到病除 但这一针下去 我的体温并没有降下来 回去折腾了两天 也不见好转 只能再去医院 牺牲呢 给办了住院输液 体温是控制住了 但是一直处于低烧状态 总不见痊愈 就这样熬了四五天 老爸坐不住了 决定让我转到市里的医院看看 我身上的病 肯定不是普通的发烧 那么简单的 不能等了 去市医院看一下吧 小医院能检查出什么 正想办转运手续 外婆一把就拉住了我吧 先让春姑给看看吧 是三元村的那个吗 这个节骨眼上 这村姑呢 是三元村的神婆 很有名气 一般十里八村的 家里出点啥事 都会让春姑给看看 我爸不怎么信这种事 但外婆和我妈都是倔脾气 蒸起来又没完了 去看是可以啊 可别没完没了的 医院该去还是得去啊 于是啊 一家人就把我送到了春姑家里 刚一进门 我就闻到了一股浓重的香火味 春姑正在厅堂里执指缘宝 看我进门了 就腾出了个座位 让我坐下 三缝妹妹啊 你家王是怎么了 她倒是没像医生一样 问我这儿问我那儿的 只是和外婆言语了几句 就进了礼物 不一会儿 她从里面出来了 手里拿了一叠黄纸 和一对红烛 把房台上原先的红烛 拿了下来 替换上新的 点燃之后 又抽出三根香 在烛台上引燃 随即她又拿出几张黄纸 在黄纸上 写了我的生辰八字 写好后 卷成一个圆筒状 同样在红烛上引燃 一边点 一边还念念有词 之后不带着黄纸烧尽 春姑将正在燃烧的黄纸 就插进了烛台旁边的 一个装水的碗里 伴随着一阵滋滋声 火灭了 碗里的水 也变成了灰黑色 春姑把碗端到了 方台之上 用一支别致的铜勺 摇出了一勺灰黑色的水 洒在另一张黄纸之上 只见这水在黄纸上 竟是自动的爬行 最后形成了一个图案 我清楚地看见 春姑的眼神凝重了起来 她走到我外婆的跟前 叹了口气 你外子是被吓到了 地点是宅地东南方半里路的范围 随后春姑的声音 故意压低了 是个四十岁左右的女人 王死的怨气很重 听到这话 我把第一个挑起来 不可能 别说半里 方圆一公里的 我都疏了 没听哪个四十岁的死了 更别说王死 我说你吼啥吼啊 春姑有没说这一辈子死的 可能是上辈或者上上辈的 外婆一听就不高兴了 爸爸刚想接话 春姑就自顾自先说话了 不 就是最近死的 怨气很重 我也无能为力啊 春姑啊 您可别这么说 我们全家可指着你呢 春姑这么一说 我爸也是一时雨色 外婆更是脸色惨白 春姑摇了摇头 又看了我一眼 啊 就看这娃的造化了 如果这女人怨气能消散 倒是没问题啊 我可以做个法师 度了这苦命人 就怕 他又转向了外婆 到时候 你得另请高人了 听到这里啊 我爸终于是停不下去了 哎呀 别在这耽误时间了 咱们赶紧去市里吧 既然春姑也无能为力 外婆也无话可说 我就被我爸爸给送到了市第一人民医院 可是进了市医院 我的病情依然没啥进展 大小检查也做了好几个 就是查不出病因 为此 我爸是一直眉头紧锁 不知是如何是好 有一天 我爸突然闯进了病房 脸色不怎么好 他有意避开了我的视线 只是和我妈言语了几句 我明显看到我妈的脸色一下白了 两人随即就出了病房 在这之后的几天 我的病情意外的好转了 一周之后我就痊愈出院了 对此啊 我一直很好奇 那天爸爸进到病房 到底对我妈说了什么 他们两个那天下午 到底去做什么了 爸 那天下午你们去哪里了 你还小 有些事情还不懂 别问了 但是两个人都对我守口如瓶 似乎并不想让我知道 这件事的原委 而慢慢的 我也淡忘了整件事情 再次提及这件事 是十年之后 在一次无意的家庭聊天之中 还记不记得 小松四年级的时候 生的那场病啊 哎呀 想想当时啊 还真是挺惊险的 就是重提 早已没有了当时的焦虑和恐慌 气氛也是相当轻松 我也突然想起了这事 甚至种种细节 都一股脑的涌现了出来 你们不提 我还真把这事给忘了 我突然想起了 那段时间老是重复的 做一个梦 就是那个在停车场 看见的女人 她招着手啊 让我过去 于是我在梦中一直跑 一直逃 却怎么也摆脱不了她 她永远就在我身后 招着手 我根本就不认识她 也不知道 她为什么老是缠着我 我爸说呀 那天她把我妈叫出去 是因为当天停车场 出了件案子 那天啊 我刚到单位上班 就听你龙大叔说 这停车场出事了 这停车场 有辆卡车的司机 因为肇事逃逸 被抓了起来 死亡的正是一个 42岁的中年妇女 而死亡时间 也正是我发烧的那天 肇事司机逃逸之后 甚至连车上的血迹 都没来得及擦干 而车就停在我家附近的 那个停车场 案件查明之后 我爸特地来到了春姑家 诚恳地道了钱 也把整件事情 和春姑讲明了 事后啊 为了稳妥其见 春姑又在停车场 做了个小法事 超度这个 枉死的冤魂 请不吝点赞